网友人生巅峰的较量,你敢比吗?12万网友留言,就谱第四个,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巅峰时刻,或许是追到了心目已久的男神女神,或许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想上的学校,又或许是在不可能赢得时机下赢了比赛,那么,你人生的巅峰时刻,发生了什么故事? 我特别在网上做了一个,关于你人生的巅峰时刻发生了什么,的调查,看看网友是什么说的,网友,学校组织车轮杯比赛,冠军赛最后几秒,三分投完十手突然抽筋,结果还进了,赢了冠军,当时自己一脸猛的看着女同学围过来,手还一抽一抽的,网友,我堂姐跟我讲的,那天我堂哥班里来了几个混混, 然后他们说是来找人,但是没找到人,他们好像是觉得,就这样回去太没面子,就抓一个人问,你们班里谁最爱装逼,那个人就指了指我堂哥,然后我堂哥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打了一顿,网友,有一次闺女们在家里聚会,给他们煎牛排,其实我根本不会做菜,都是我对象在旁边帮我,忽然一下子煎锅就着火了,吓得我差点吧, 把锅扔了,就听闺女们说,哇,你好厉害啊,像大厨一样,我愣是颤抖着双手没把锅扔出,网友,同时追求三个妹子,然后三个表白都成功了,结果他们三个是好朋友,有一天他们聚在一起聊天,于是那一天我失恋了三次,网友,小,学士跟我堂哥打牌,那时赌神片很火,突发奇想学徒看牌, 开牌的同时随便说一张牌,我特么连续猜对三十四张,夸测都猜得对,我堂哥一直问我怎么做到的,那估计是我的人生巅峰,网友,二十岁失去外地打工,宿舍同时嫌弃,我是农村来的,说我穿衣土气,对我各种抬挤,我实在气不过啊,去买了一包针, 在他们铺的被褥上每天都扎起根,吓得他们每天睡觉前都小心翼翼,一连扎了两个月,宿舍里的人给我道歉了才的是,太爽啊,今日话题,你人生的巅峰时刻发生了什么,欢迎在留言区讨论。